开头想问大家几个问题 日本解决不了的核废料问题 我国能解决吗 核污染危害这么大 我国核电站为什么还要建在沿海呢 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几次核事故 我国要如何保证安全呢 如果你有这样的疑惑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建议你认真观看 大家好 我是熊猫 一位硬核的科普作者 弹核色变几乎是人类共性 尤其是日本打算将浮到核废料倒入海中后 核能安全问题再次引起了全世界的思考 在这个问题上 不同的国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辅导核事故后 一种是被迫走上艰难的弃核道路 比如德国和日本 这两个国家都因为国内因素 走上暂缓核电发展的道路 另一类是大部分国家的选择 被迫选择了同样也很艰难的科技新核之路 比如中美俄法等国家 不同的选择背后 同样是面临人类最大的难题 如何处理核废料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核废料难题还无法攻克 那么为何我国还要大力发展核能 还要把核电站建立在人多的沿海区域呢 其实这背后是中国能源问题的探索和无奈之举 今天本猫句给大家深度科普一下 什么是核废料 核废料要如何处理 我国为何要发展核电站的问题 以及它的背后 中国能源出路 日本核废料的处理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而是全世界一直都无法攻克的难题 核废料处理 核电站发电是利用核裂变产生的热能 将水变成蒸汽 再用蒸汽推动七轮机做工 然后带动发电机发电 这个过程和家里烧水有点类似 所以很多网友又形象地将核电站称为烧水壶 由于核燃料在烧水的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热量 为了不让核反应堆温度过高 就需要大量的水用来冷却 所以世界上所有国家在旋制的时候 都是靠近沿海或者河流水能丰富的地区 加上我国东部工业区发达 用电量也相对较多 于是在沿海建设核电站就成了优先的选项 换句话说 这是核电站本身性质决定的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核电站靠近沿海 那么我国核废料是如何处理的呢 会不会像日本一样无法处理 最终造成海洋污染呢 首先我们必须客观的说 这的确是世界性难题 由于核燃料中含有油的放射性物质 使用后的核燃料 通常会产生三种核肥料 固体核肥料 液体核肥料 和气体核肥料 根据放射水平不同 还会分为高放核肥料 和中低放核肥料 中低放射性核肥料 由于危险性较小 处置相对简单点 国际通常做法是 将体固化后密封在核肥料罐中 然后埋在10到300米深的地下处置库 过段时间后 核肥料中的放射性物质 就会衰变成对人体无害的物质 对外界的影响 几乎可以忽略 最大难度的还是高放核肥料 由于对人体危害比较大 世界上公认最安全的做法是 深地质处置方法 就是将高放核肥料固化成玻璃 然后封闭在隔离核辐射的容器里 并将其深埋在500到1000米深的地下处置库内 看到这 有些小伴可能就要担心了 万一遇到地震怎么办 科学家当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对处置库的选址非常严格 要考虑到地质条件不会影响到处置库 如果是高放核肥料的处置库 必须确保10万年以上是安全的 当然不管怎么说 核肥料的处理还是不够完美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 既然问题依然存在 为什么我国还要继续发展核能呢 实际上 这也是我国无奈和必然的选择 这个问题要长远看 因为不止我国正在发展核能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在发展核能 最大的原因就是 传统的化石能源对地球造成的伤害 非常严重 温室效应 酸雨和臭氨层空洞的破坏环境的现象 都是我们要面对的 然而 这不仅是中国要面对 其他国家也同样面临这种困境 也正是基于此 2015年有200个地约方 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巴黎协定 将气候问题上升到国际法律的层面上 因此 清潜能源成为未来必然的选择 我国为何发展清潜能源 为何发展电动汽车 都是基于未来的发展方向而定的 2020年9月22号 我国更是承诺 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 这也意味着 我国必须减少传统能源的使用 除此之外 由于我国石油和煤炭一直依赖进口 对我国能源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 而核能是可以帮助我国解决一部分的能源安全问题 甚至我国能借此从能源依赖国 转型成能源输出国 不要以为这不可能 目前我国正在构建一张电能大网 这张大网小可以贯穿全国 大可以覆盖整个世界 核能也是这张大网不可缺少的一环 看到这 还不太理解的可以去看看本报 以前关于我国未来能源战略的视频 保证你热血沸腾 所以 从长远来看 我国发展核能也就成了无奈 而且必然的选择 至于有些人问风能 电能等其他新能源 能否替代核能 也可以移架我的主页 看一下华龙一号那期 那个百万视频 能清楚的解释这个问题 当然 发展核能是无奈的选择 所以 我国对于保证核电站的安全 也做了重重的保障 基本上是奉行科技新核的 比如 我们最关心的核废料处理问题 其实 核燃料在使用后 剩下的并不都是核废料 最主要的还是罚燃料 这种燃料中含有95%的油 和1%所有的布 这两者是可以提炼使用的 2017年 中国科学院原创提出 全新加速器驱动的 先进核能系统 可将油资源利用率 由目前技术的不到1% 提高到超过95% 处理后的核废料量 不到罚燃料的4% 最关键的是 放射寿命由数十万年 缩短到约500年 中国在这项油技术的利用上 处于世界领先 但更重要的是 这项技术的出现证明了 核废料的问题 是可以通过技术积累得到妥善解决的 其中我国提出的核燃料壁式循环战略 就可以减少核废料的产生和核过散 核燃料在核电站使用完后 产生罚燃料 罚燃料可以再运输到核化工厂 进行提炼 重新制成新的燃料元件 供核电站使用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壁式循环 极大降低了核废料的数量 而这种核工厂被称作 罚燃料后处理厂 并且已经在市场中了 由于信息比较敏感 为了避免泄露机密 这边就不贴出具体在哪里了 实际上 再循环工程也不止这一个 再筹建的还有 2018年1月 中国和法国签署的 后处理核再循环厂的协议 同年6月 欧安诺集团和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启动年产能为800吨油的 罚燃料后处理厂的筹备工作 除了罚燃料后处理厂 还有第四代更安全的核电站 也在试验当中了 这些都证明了 我国在发展核能的时候 也在积极探索核非料处理技术 总结就是 虽然核电站技术还不够完善 但我们也不能因烟废食 在新能源盛行的未来 如果我们不去探索核能技术 未来依旧会成为 我国被卡脖子的地方 当然 我也衷心希望人类 能够早日解决核类变 甚至核聚变的能源问题 好了 我是熊猫 一位硬核特部作者 期待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见